接下来是由芝加哥时报主编兼资深媒体人李祝华所带来的最新时事观点评论 李祝华观点 台湾染疫 美国袖手旁观 分享疫苗 美国没有关爱台湾 台湾染疫了 疫情还真不清 国际舆论视野一下子从印度转向了台湾 语多嘲讽 主要原因是在过去的一年各国轮番遭到新冠病毒的肆虐折磨 只有台湾似乎平安无恙 台湾政府更标榜为防疫第一名 现在竟突然出现特大破口 真是始料未及 由于疫情突如其来 台湾迫切及息疫苗与医疗设施 海峡两岸本是一家亲 中国大陆愿意相助 但民进党政府意识形态治国不以平民生命为绩 抵死不愿接受协助 就连民间透过管道取得大陆疫苗也遭到阻挠 这种毫无意义的举措令人匪夷所思 只可惜台湾政府的反中操守 并未获得美国的同情与厚爱 拜登总统今天在白宫宣布 美国将在6月底以前 与全球分享8000万剂新冠疫苗 并已制定具体分贝计划 其中75%的疫苗将通过COVAX捐赠 并优先考虑的是拉丁美洲 非洲 加勒比海地区 南亚和东南亚等地区的国家 由于COVAX是由世卫组织所成立的 获取新冠疫苗的机制 台湾并不属于世卫成员 所以并没有优先取得疫苗的资格 显然美国并没有特别厚爱 急需疫苗的台湾 真不知台湾作何感想 当然美国作为世界疫苗强国 必然是以美国本身的需求为第一考量 在自给自足后 适度储存多余的疫苗 已被不时之需 也是理所当然的 因为拜登的首要急务 是先保护好美国人的安全 他不能为了平衡全球疫苗分配 而牺牲美国人的健康与生命 现在拜登总统既然愿意 慷慨地捐出八千万剂 辉瑞、穆纳德以及强生疫苗 实际捐赠的疫苗比任何国家都多出五倍 而且不要求各国回报美国 在分发给各国各地区时 也是基于平衡考量 一视同仁对待各国 因此拜登政府的做法 得到了人道主义与反贫运动组织的欢迎 只是看在台湾的眼里 心里并不是滋味 从美国捐赠疫苗的作为可见 美国并没有把台湾真正视为患难与共的领盟帮 顶多只是在中美抗衡中的一颗棋子罢了 台湾如果不从此事件中幡然醒悟 将来还会有更多的苦头在后头 唯有做好两岸的关系 才是台湾未来的良好出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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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